朋友们大家好,这一期我们也见面了 咱们现在很多对无土栽培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 咨询无土栽培的时候 那么肥料和咱们常用的肥料到底有没有一个区别呢 就是我们常规的肥料到底能不能用于无土栽培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 目前咱们智商上常见到的这样的一些肥料 主要是一些氮磷钾这样的一些复合肥或者是复混肥 那么对无土栽培来讲 实际上它讲究肥料一定要全元素的 你不要单独的只去使用氮磷钾 这样子远远是达不到咱们植株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的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去购买这个原料 一定要全元素的 然后你去配合使用 咱们除了氮磷钾大量元素之外 钙、铭、硫、硫这种重量元素之外 我们还需要一些铁、铁、铛、蒙、木等等 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 通过我们给它补充这个充分的一个全元素 从而来提高咱们植株的抗病性、抗逆性 达到一个长势 比较健壮 提高咱们的产量 减少打药的次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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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